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乌克兰的消息 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家人的年收入在2023年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倍多 达到了1242万格里夫呢 看来除了政治舞台上的忙碌 泽连斯基一家的财务状况也相当不错呢 接下来我们转到亚洲 马来西亚和中国达成了加强经济合作的新协议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与中国的刘建超会面 双方同意在经济和互联系方面加强合作 看来这将是两国关系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最后让我来看看美国的情况 美联储天爱的基本通胀指标在二月份有所降温 尽管如此家庭支出反弹 显示经济活动的韧性 此外俄罗斯安全局在斯塔夫罗布尔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同盟 而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将恢复对通奸女性的边形与性的边形与实行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些新闻直至冰山一角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住大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多彩多彩多姿的世界 泽连斯基全家2023年收入是前一年三倍有余星岛日报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网站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布 7级家人的2023年度总收入从上一年度的370万格里夫纳约9 1万美元71万港币上涨至1242万格里夫纳约30.6万美元 240万港币 该声明显示泽连斯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银行利息和房产租赁收入 其中745万格里夫纳来自出售政府债券 虽然乌总统办公室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收入增长的原因 但报道指出除了政府债券的收入外 房地产租金收入的增加也是导致收入上涨的原因之一 泽连斯基最近呼吁公职人员披露其收入 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消除腐败 这是乌克兰试图满足加入欧盟的严格要求 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国际机构和西方盟国对乌克兰消除腐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会见刘建超 双方同意加强马中经济合作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与中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刘建超会面 双方同意加强马中经济合作和提升两国的互联系 安华表示两人还同意深化党籍关系 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有相同看法 刘建超表示 此算关是为了落实两国领导人最新共识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中方也支持马来西亚在东盟和中国亚细安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联储清赖的通胀指标降温消费支出反弹联合早报 总的来说这天报道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局美联储偏爱的基本通胀指标在二月份降温 但家庭支出反弹具体来说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1价格指数在二月份环比上涨了零 3%创下一年来最大的连续涨幅 尽管如此美联储官员可能会对服务业通胀指标上涨温和感到欣慰 此外经通胀调整后的消费者支出超出了所有预估值 虽然基本通胀指标的降温提供了喘息之机 但美联储官员仍在寻找更多证据证明通胀下行趋势可持续 他们也不急于降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这些数据与预期基本一致并重申央行部需要急于降息 在4月30月的下次会议之前决策者还将获得更多相关数据 俄安全局在斯塔夫罗伯尔边疆区挫败一起恐怖袭击图谋 星岛日报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消息 他们挫败了一起恐怖上徐永塔 三名中亚国家的公民计划在斯塔夫罗伯尔地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引爆炸弹 警方在被拘留者的家中搜出了制造炸弹的零部件 化学物质和爆炸装置 目前相关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斯塔夫罗伯尔地区位于俄罗斯上高加索地区 与达基斯坦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接壤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将恢复对通奸女性边刑 与实行 星岛日报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掌权近三年来 一直对女性权力进行打压 包括限制出行 强制住庄 禁止上大学和禁止上大学和禁止公共场所等 最近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宣布将恢复对通奸赋予的实行和编行 他明确表示这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挑衅 塔利班将继续这样做 自2021年8月重掌阿富汗政权以来 塔利班已经实施了严苛的管控措施 严重剥夺了阿富汗女性的权利 这些举措包括禁止女性上学 进入公共场所和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 以及禁开美容院等 塔利班对女性权益的打压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巴虹扎达的宣言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忧虑 这表明塔利班不仅没有放松对女性的限制 反而加强了对女性的残酷惩罚 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人权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关注并采取行动 敦促塔利班停止对妇女的打压和暴行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 应该加大对阿富汗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特别是对于妇女和儿童的保护 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才能为阿富汗人民争取到更好的生活和更公正的社会 岸田四月访美日美你在矮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 联合早报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下个月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在访问期间宣布加强日美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岸田文雄将于4月10日4月10日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报道称日美联合声明将称两国关系为全球伙伴关系 并呼吁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加强合作 此外日本和美国可能会与英伟达二合亚马逊等公司合作 建立人工智能研发矿架 美国近几个月来一直在采取行动 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人工智能芯片 以阻止中国获取美国的尖端技术 美国最近宣布修订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 新的措施将于4月4日生效 中国三大航空央企大幅减亏 以加大恢复国际航线 联合早报中国三大航空央企 中国国航和南航和南航去年的营业收入 总计为4147 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2倍 规模近亏损134.23亿元 收窄近九成 尽管三家航司都未能扭亏 但整体经营业绩有明显改善 营收均实现倍增恢复 亏损原因包括国际客业航班恢复缓慢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油价和汇率波动等 不过东航和南航计划在今年新开 和恢复国际航界航班 航空业正在从疫情冲击中恢复 国内航班和出入境航班量也在逐步增加 王毅中哈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早报中哈两国外长在对话中强调了 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并共同致力于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王毅表示中哈周边外交的重要合作伙伴 两国关系将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双方将继续加强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维护共同的战略安全和发展利益 建设更加富有内涵生机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努尔特列乌表示 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外交优先方向 哈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政治互系 扩大互利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交流 此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也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哈萨克斯坦 三十四岁马国女子设在当铺骗鱼一万元现金 今早被控 联合早报在这个案例中 一名三十四岁的女子被控欺骗罪 她和一名男子一起到一家当铺 声称要当掉一条24K黄金金链 以骗取超过一万元现金 事发地点是位于淡宾尼地铁站的银峰金融 女子声称精裂含有119.1克的24K黄金 电源信以为征并支付的10400元 女子目前被怀押 案件将于4月5日过堂 武装部队举行动员演习 联合早报这次公开动员演习是国防部 为了测试和提高武装部队在紧急情况下的 应对能力而进行的 演习的目的是确保武装部队能够迅速协调的 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 演习中参与人员被分为几个小组 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任务 他们接受了各种训练 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快速行动 武器使用和战术技能等 演习中的情景包括模拟敌对势力的袭击 恐怖袭击和突发事件的处理等 参与人员需要迅速做出反应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这次演习的目标是提高武装部队的应急响应能力 增强他们在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时的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 通过这样的演习 武装部队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总的来说 这次公开动员演习是为了确保武装部队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安全和公民的安全 演习的目标是提高武装部队的应急响应能力 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 美国将对多名香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因应23条立法 青岛日报总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将对多名负责加紧打压权力和自由的香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作为对香港通过和实施基本法23条立法的回应 布林肯还表示香港不能享有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 依据美国法律所享有的特殊待遇 他呼吁恢复香港人受保护的权力和自由 并释放根据国家安全法被不公正拘押和监禁的人 并尊重法治 23条美国应立法将对多名港官实施签证限制 青岛日报总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针对香港通过和实施基本法23条立法 将对多名香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继续针对香港的高度自治 民主制度以及权力和自由采取行动 包括最近生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 他表示美国国务院将与国会和国际社会合作 呼吁恢复香港人受保护的权力和自由 并要求立即释放根据国家安全法被不公正拘押或监禁的人 并尊重法治 在欧洲开展俄罗斯影响力行动者被捷克冻结资产 联合早报捷克冻结了两名男性和一个名为欧洲之声的新闻网站的资产 指控他们在欧洲开展影响力活动 以支持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利益 这两名男性分别是乌克兰的梅德维秋克和乌克兰裔以色列公民马尔切夫斯基 梅德维秋克被视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 并在乌克兰被奏给俄罗斯 捷克外交部长表示 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传播亲俄言论 破坏乌克兰主权 并渗透欧洲议会 捷克总理表示 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类似行动 据报道 欧洲之声网站还向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支付了酬劳 作为促进俄罗斯在欧洲议会的利益的报酬 赖清德居国防部与中科院持续驻台强化自主防卫能量 联合早报赖清德在访问中科院时 强调了台湾政府对国防自主的重视 并称赖中科院在过去几年中 为台湾国防科研和自主能力发展 做出能力发展 做出的贡献 他提到了台湾在国金国造和国舰国造方面的进展 包括新式高轿机永英号的交付数量 新型两栖船务运输舰的成军 台制前舰原型舰海坤的下水等 赖清德还强调了台湾在国际高科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并表示希望国防部和中科院能够继续结合台湾的科研能量 共同努力提升台湾的国防科技和自主防卫能力 加冷河京早县服尸警方大面积封锁现场 联合早报这起服尸案件发生在加冷河畔公园附近的水域 被发现的尸体相信是一名大约60岁的女性 警方在现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调查 并封锁了大面积的区域 据目击者透露警方是在清理垃圾时发现了尸体 丁立即报警 身穿蓝色衣服和长裤 附近民众表示 几个月前在同一地点的下游也发现过浮尸 目前警方仍在调查此案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藤里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